2020年初,当疫情将未来公司推向破产边缘时,曾推动这家特斯拉的竞争对手崛起的风险投资基金和外国投资者开始纷纷回避。 随后,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未来公司转向了中国最新的风险资本阶层,地方官员。 中国东部城市合肥市政府承诺出资50亿元人民币,收购未来公司核心业务的17%股份。 该公司将主要高管从上海转移到这个面积不到上海一半位于内陆300英里的城市,并开始在那里生产更多车辆。 安徽省政府也加入了这一行列,进行了数额较小的投资。 一些观察家可能担心,国家会对民营创新企业施加越来越多的指令,这注定会阻碍创业公司的发展。 但故事并不是这样发展的。 未来在2021年初实现了首次盈利,并在年底前销售了9万多辆汽车。 合肥市政府没有因为其持有股份而加强控制权,而是凭借未来公司迅速增长的股价,在投资后一年内将其大部分股份套现,获得了高达5.5倍的投资回报,就像伦敦或纽约的私人投资者可能做的那样。 我们从投资未来狠狠赚了一笔。 该市的官员于爱华在6月的一次电视活动中说,他身穿商务套装,打着紫色领带,坐在主席台上,下面坐着包括未来创始人李斌在内的企业家。 为政府赚钱并不是一件不光彩的事,这是为人民赚钱。 他补充说,近年来,合肥在中国资本市场的转变中起到了先锋作用,地方政府越来越多地在民营公司中持有少数股份。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合肥一直是科学研究的中心,但今天其精明的投资已将其从一个相对落后的地方转变为一个拥有约500万人口的繁华大都市。 在经济增长方面,中国媒体所说的合肥模式似乎是有效的。 在截至2020年的十年间,合肥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最快的城市。 中国的地方政府控制着土地销售,从国有企业中获得利润,并与国有银行保持密切联系。 几十年来,他们通过向民营公司提供廉价土地和其他补贴、减税和贷款来支持他们。 以鼓励投资,这有助于地方官员赢得提拔,他们的政绩主要根据经济表现来体现。 最近,这种模式已经被更新,以适应一个依靠技术和创新投资的时代。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中央政府努力控制债务积累, 现今充足的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开始成为白衣骑士,拯救陷入困境的民营企业。 在许多情况下,地方政府对这些投资采取了被动的态度, 越来越多的股份是通过基金而不是直接持股。 今天,合肥市投资了几十家从事半导体、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的公司。 这些行业是中国计划在2035年之前实现将经济规模扩大一倍的核心。 合肥模式以及其他城市为复制这一模式所做的努力, 将是决定这一雄心能否实现的关键。 合肥在京东方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上下了第一个赌注。 这是一家成立于1993年的电子显示器制造商。 当京东方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陷入困境时, 该市取消了其第一条地铁线的建设计划, 转而向该公司投入数十亿元人民币, 条件是它将在当地建厂。 2011年,京东方建立了一个最先进的液晶显示器屏幕工厂, 合肥市拥有18%的股份。 根据公司的文件,合肥市同意在关键决策上与管理层一起投票。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合肥市继续投资京东方, 帮助其建立新工厂并获取利润。 该公司为合肥带来了数以万计的就业机会, 并成为一个显示器产业制造集群的支柱, 每年生产价值超过1000亿元的产品, 包括为康宁公司等外国公司生产的产品。 2021年,京东方超过韩国的三星电子公司, 成为平板电视液晶屏幕的世界顶级制造商, 帮助结束了中国对外国供应商的依赖。 学术界最近才能够量化这种模式是如何改变中国经济的。 芝加哥大学、清华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研究人员 分析了中国超过3700万家注册公司。 他们发现,这些公司最终由6200万机构与个人拥有, 其中包含大约4万个国家机构, 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甚至村庄。 国家部门拥有的公司, 大多数是地方政府层面, 一直在增加与民营公司的合作。 现在,一个国家背景的利益相关者平均投资近16个私人拥有的公司, 而10年前只有8个,数量几乎翻了一番。 因此,中国的企业家与国家的联系更加紧密。 2019年,在7500名中国最富有的个人中, 超过一半的人至少有一家企业的投资者中包括国家机构。 这种趋势导致公司不完全是国有企业, 但也不是真正的私营企业。 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教授, 该项目研究员谢常泰说, 这是一个模糊的灰色区域, 我认为这是当今中国的主流企业结构。 以中国最大的6家电动汽车初创企业为例, 他们在2021年总共售出了超过43.5万辆汽车。 根据公司记录, 有5家公司的少数股权投资者是地方政府。 这些投资通常由地方政府旗下的公司持有。 30年前, 他们地方政府拥有的公司生产的东西没有人愿意买。 现在他们更像是风险投资公司。 谢常泰说, 对于企业家来说, 与地方政府建立伙伴关系, 可以更容易地获得新工厂的批准, 获得做生意的许可, 并从国家主导的金融体系中获得融资, 而且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政治保护。 谢常泰和他的合作者估计, 这种混合型公司在过去10年中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大部分。 这是他们成功的一个关键。 企业的创始人仍然负责重要的商业决策, 并对市场而不是政治指令做出反应。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对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保持警惕, 这种力量由巨型国有企业和有补贴和政府授权驱动的产业政策所推动。 但政策制定者需要更多地关注真正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 与政府有关联的政府参与少数投资的民营企业。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专门研究亚洲和中国比较政治发展的Mike Riedmeier说, 国有和私营之间的区别对于中国以外的政策制定者和分析中国经济一直很重要。 这一界线正在被打破。 其他发展中国家政府已经大规模地在民营公司中获得战略股份, 以缓解经济和社会动荡。 Riedmeier提到了巴西和马来西亚, 前者在20世纪80年代的宏观经济冲击之后, 后者在70年代开始了一个长达数十年的收购企业股份的项目, 作为提高马来族在该国经济影响力的运动的一部分。 他说,在这两种情况下, 政府都利用股权来增加对商业决策的影响, 这导致了投资的浪费, 最终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不大。 正如风险投资一样, 许多政府的投资都失败了。 这包括合肥最早的一些尝试, 如一家太阳能电池板公司, 以及斥资20亿元从日本日立公司收购一家等离子瓶工厂, 这两个项目都被最终证明没有竞争力。 2017年,武汉市政府以两亿元的价格入股武汉红新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 该公司的目标是,一旦满负荷运转,年销售额将达到600亿元人民币。 去年,该项目在没有生产出一块芯片的情况下就解散了。 如果国家投资成功的一个关键是避免对决策的政治干预, 正如Ridmeyer和C所指出的那样, 那么中国地方政府雇用专业基金经理的举措可能是一个重要尝试。 根据提供中国私募股权行业信息的CVinfo的资料显示, 自2015年以来, 中国官员已经设立了价值2.14万亿元的私募股权市基金中的基金。 他们的经理人投资于较小的基金, 将现金与国有或民营公司集中起来。 一些基金致力于支持成熟的公司, 而其他基金则负责对初创企业进行天使投资。 通常情况下, 政府基金在较低层次的基金中扮演有限合伙人的角色, 将投资决策权委托给普通合伙人, 通常是具有行业专长的当地国有公司。 政府官员通常对低级别的基金没有什么日常的控制。 CVinfo的分析师Lude Jenkins说, 地方政府认为寻找专业经理人帮助他们选择公司是一个好主意。 这些基金是科技行业的主要投资者。 2019年, 当中国仿照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设立科创版时, 最初的25家上市公司中有14家报告, 有国有少数投资者的参与。 例如, 中微公司的最大股东, 是由上海市政府拥有的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后者持有20%的股份。 现在它拥有15.6%的股份。 合肥市政府也转向通过几十个基金进行投资, 其中一个基金可以管理高达310亿元的资产。 合肥在京东方等公司的早期股份是直接持有的, 但其在未来的股份目前由一个基金持有。 政府投资可能导致美国企业通常不鼓励的那种利益冲突。 合肥市投资未来公司的部分原因是为了支持其持有的另一家公司,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曾向未来租用了一条巨大的生产线。 哈佛大学的Ridmeyer说, 这种投资表明, 地方政府的投资往往不是出于对未来的大胆设想, 而是为了防止大公司的倒闭, 以及由此产生的金融不稳定。 合肥的成功激励了远在内蒙古的城市的官员。 甚至中国领先的科技中心深圳也在注意, 该市光明区去年表示要研究和探索合肥的例子。 鉴于中国的规模, 如果该模式哪怕是部分成功, 它也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改变全球经济。 地方政府的投资基金也在购买外国公司。 2016年, 北京建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27.5亿美元收购了荷兰芯片制造商Nexperia, 该公司生产用于移动电化的半导体。 两年后, 该基金投资者中包括合肥市政府, 以36亿美元的价格将其股份出售给中国芯片制造商文泰科技。 合肥市拥有文泰科技4%的股份。 去年, 文泰科技上了英国的头条, 当时, 它的一个子公司以8700万美元收购了陷入困境的半导体制造商Newport Wafer Fab。 同时, 即使在合肥出售未来的大部分股份后, 该市对电动车技术的投资继续得到回报。 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已经收购了江淮汽车50%的股份, 以及电池制造商国宣高科公司26%的股份。 因为他把合肥变成了其主要生产基地之一。 大众汽车安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Irwin Gabardi赞扬了该地区的创业精神和政策支持。 这就是大众汽车选择合肥的原因。 他说, 桂车 估讨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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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